嗯,哈喽大家好,我是紫色水莉子,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一场中国区域选赛,对阵双方是由IG对阵VG,这也是VG的生死局,只一旦VG如果被,就是如果输了的话,VG将会被淘汰,如果这样比赛赢了,VG还有一线生机 让我们来看双方拿出的阵容,这边IG是一个女王蜘蛛加小狗,一个三重脸阵容配隐刺,隐刺也给狗提供了一个切入,然后女王也能比较舒服的发挥 然后蜘蛛在对面少游一手,IG最后一手点起了蜘蛛,让我觉得还是比较期待的,我们VG上来,直接五人开悟 然后底下是我一个零食屋,离子吃我,欢迎大家能来看,最近有很多新鲜好吃的零食在等着大家,谢谢大家一如既既往支持 然后地址就在底下,离子吃我.tobo.com 好了,也是最近商家很多礼包,给一些选择恐惧症玩家提供购买,也是谢谢大家一如既既往支持 我靠,这边VG要一级打揉,我VG直接放大招了,选择一级打揉 这个还是比较的出人意料,也是比较拼的,我这个有点屌啊感觉 一级打揉,这边老队长先扛,然后老队长扛完,豪羊毛扛 然后这边老队长直接贴罐子,有按摩的续航,感觉这个能打掉小黑一级家的光环 小黑跟独龙叔都不错,埃及几人都没有这个动向,都没有来看 那VG应该是能比较舒服拿到这个肉山 一旦VG拿到这个肉山,他们优势就比较大,因为他们这是一个四远的一个阵容 小黑体系,小黑体系一级拿肉山是很夸张的 这版本肉山虽然被削弱了,一级肉山的队伍胜率并不高 但小黑体系一级只要拿到肉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为什么 因为他第二肉山会刷新更早,线上更强 线上他们这经验,五个人军吃经验都可以到马上两级 然后独龙带盾也不会被抓,我这IG心都一两 IG在VG在越赛的表现是一个高开低走 然后前击败两只非常强的队伍VGR和第一轮击败了VGR 第二轮击败了WINS好像是,不是WINS好像是WINS 然后后面比赛就连续的输 然后结果我现在把自己打到一个非常逆风的境界 而IG表现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出色 离子换新电脑以后这个马上就感觉好多了 没有过去那么卡了 这边最近也是更新视频比较慢 因为一个是做中国区域演赛的直播 还有一个就是最近电脑有点小问题,也是换电脑 这边补刀方面,独龙应该是马上到达二级 虽然隐私来帮一下,但是女王还是不太好打 因为女王毕竟是一个一级 大妈其实一级加独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为什么,因为女王打独龙一级加独是一个很蠢的选择 大妈这个选择并不好 因为你看他这个独龙是有皮的 这边隐私来过来恶心一下CDY 但是CDY由于姿势身上有一个盾,所以并不是很慌 这边补刀方面,独龙一杠三,女王四杠零 两边补刀基本打了一个误开 看上路,上路玉母蜘蛛面对这两个都没有AOE的人来说 压力并不是很大,感觉蜘蛛在这边应该能混得相当相当舒服 然后下路小狗也是一个无解肥,萨尔一直在挂虚空 所以说总体来说,IG这个阵容,只要线上不是特别烈,到中期将会非常好打 因为他们是一个三重脸阵容,隐私带狗,然后配上女王蜘蛛 萨尔可以拉回来人 威慑也是在慢慢的更新这个游戏系统 现在也是把蓝条,你看这边观战系统做的越来越牛逼 都可以显示出蓝条了 可以看清楚的看出谁没有蓝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独龙这边由于有隐刺一直持续帮 但是独龙尚有盾,所以并不是很慌 这边蜘蛛也是在这蹭一蹭惊艳,混一混也 而危机这个阵容就是尽量把节奏打快 有小黑体系可以中期配合小黑独龙 有小黑的光环支持 独龙按摩啊,甚至痛苦追压输入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看他们这个一边是快节奏 危机这个阵容线上必须打出优势 打出优势有中期能推起来将会比较好打 而且他们这有一个点杀人的能力 小黑加独龙的两个远程物理输出 然后虚空照大,直接配合人来秒杀对面的人 所以说这边你看大妈现在烈士已经出来了 13-5,9-0,独龙确实等级比的高 女王不太好打,这就是一级肉山带来的苦果 一级肉山现在为什么胜率不够高 因为肉山经验被削了 然后而且一级肉山拿到的收益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像过去这种一级无伤被人投手 基本上线上是没得打的 而现在这版本线上有得打 因为五个都是一级不会升二级 所以说并不是很慌 这边CDI压了女王将近一级多 那这样女王将会比较难受了 大妈在最近表现中还是 最近比赛中表现非常非常出色 IG基本上已经铁定获得一个2-5名的 第一名应该是WINS了 WINS在最后一轮中只要击败牛意外 基本上就可以轻松拿到二牛意外 基本上是宋芬童子一场没赢 所以说WINS已经希望比较大了 应该是不会出现太多意外了 WINS应该是能拿到这个一个直接去天安名额 而2-5名这边蜘蛛再来恶心小动物之院 感觉前期的线上局势方面 小黑跟独龙两大哥普刀都是非常非常的顺的 看WINS中期节奏了 WINS最让人诟病的其实就是节奏问题 WINS这支队伍不太稳定 真的不太稳定 比较看选手的个人能力发挥 比较依赖个人能力 这种依赖个人能力的队伍说不好听了 说好听的就是能创造奇迹 因为个人能力几个大盘凑在一起 个人能力确实都比较强 但是也有一点不好的就是 下线也比较低 在上线比较高 同时下线也比较低 你看他们输给了一个公认的 在这时队伍中比较弱的有CDCY 导致自己局面非常非常被动 但是他们也能赢WINS这种队伍 也是非常溃义的一件事情 强队他们能赢 弱队他们也能输 所以说这种队伍一旦打这种选赛 其实我李子并不是特别看好他们 虽然李子期待大B神能再打一次天 但是这次确实是局面比较困难 IGV因为他赢了WG 在胜场优势上是要比WG领先的 哪怕WG在后面的三场比赛中 就是拿这场比赛 还有后面两场比赛全赢的情况下 也要指望IGV起码输两场以上 就是要最起码输两场 因为IGV后面有两场比赛 不过WINS还有就是IGV WG还有一天生机就是 WINS就是IGV后面的口误太多了 WG还有一线希望就是WINS WINS说不对这坏了 MAT好蠢 就是WINS就是IGV 他的职业竞争竞争竞争 IGV最后两个对手比较强 一个是WINS一个是WINS 这两场他不一定能拿到分 所以说WINS还是有一线生机的 只是说他们必须先把握住自己 赢下这场比赛 这才是他们的关键 这远赛队有点多 李子军直播家视频 这边杀小黑 哎呦 小黑直接被拿到一血 萨尔这边有D的 D回来感觉萨尔就是安慕也有危险 给自己口脖脏 但是还是要死 就延缓自己死亡时间 没什么用的 还是要死 这边IG前期线上打得非常非常的好 感觉隐私一波成功的质言 成功杀掉小黑 让WINS的前期的节奏差了一点 不过WINS倒还好 就是有一个前期最肥的独龙 3100块钱经济的独龙 女王基本上属于一个被压爆的状态 大巴也是补了血崩两挂件 这种就是女王完全没玩打的情况下 会补这两挂件 而且现在这版本 女王也可以出纷争面杀的 所以说 血崩两挂件也并不是特别烂的选择 这边独龙确实打倒了五解肥 夹腿夹肉准备做美肯 直接把眼吃掉 问题不大 看看VG 就是看看VG中期的节奏吧 毕竟燃烧军团 粉丝众多 中国算是人气相当高的队伍 但是打到这个份啊 我个人感觉VG已经是站在悬崖边上了 这场比赛如果非就是IG输得起 但是VG完全输不起 大妈这边被上了个独标 直接体育回家 女王完全被打爆了 中期女王被打爆的情况下 IG这个队伍其实是依赖大妈的 大妈经常在这个在这届比赛中可以看出 IG是很依赖大妈发挥的 大妈这个发挥发挥的 如果被打爆的话 他们局势其实是蛮困难的 看他接下来会怎么选择 小狗也是做出香味鞋 也是基本的装备 虚空发育并不是特别好 11个刀并不是很肥 面对萨尔在这里持久挂的也是比较烦 而蜘蛛方面相对来说 就要混的相当相当好 25刀而且还有个1血 很肥的 蜘蛛可以说是彻底起飞 IG这样比赛看XSS发挥了 这样比赛很依赖的蜘蛛发挥 需要带线牵制 一旦正面推起来 凭借毒龙迅速做出梅肯 这个毒龙10分钟之内肯定有梅肯的 加点梅肯天鹰 一旦推起来 以后危机还是有一扇生机的 而IG这边相对来说 女王被打崩球啊 直接选择打野了 女王这里完全被毒龙玩不了 毒龙直接 七八级毒龙打五级女王 真的女王完全玩不了的 本来女王打毒龙 就是说老实话 就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对线 这边小塞拉在补刀这个塔 萨格拉斯 确实是这一支燃烧军团中 最稳定的一个点 隐次也是来持续经验 女王完全混不了 只能持续运萍 到达六级女王 能不能配合队友杀一波毒龙 但是毒龙有1000点血 980点血 这样还是有点难的 血圈比较高 小狗一波成功 TP准备打架提一波毒龙 但是这波毒龙 如果能提到毒龙的话 是比较赚的 提个痛苦之缘就很亏 这边大妈完全不敢下河道 完全打不了 他这个隐次带狗 第一波隐次带狗 小黑感觉有危险 闭口就给握 直接给握一个小黑塞拉 应该是要死在这里 3比0 前期危机拿到了一级肉山的优势 但是中期几波都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然后导致上路直接被打穿 塞拉这路被打穿 不过塞拉基本功还真的是不错 经济到没落下 3900块钱 全场第二 但是毒龙 看了毒龙中期的节奏 这样比赛依赖CDI的 CDI是场上最肥的一个点 也是前期主要 毒龙这个点 前期一个比较功能性的点 梅肯应该是已经马上快要好了 还差 100块钱 毒梅肯就能做出来 痛主缘没6级的 所以大妈很慌 直接选择B走 开始推起来了 凭些小黑光弯推起来了 但是蜘蛛可以一直带线牵制 这场比赛就是一场带线 变队速推了 而且这个有个什么好处 你看二代路山刷的非常非常快 9分钟直接刷了 这里 RT可以跳过来 但是粉慢了 荒腰猫这个配合 这就是危机最大问题 配合显得没有那么流畅 而又娴熟 感觉配合有点生 完全有时候真的是靠蛮干 跟人能力解决问题 这种队伍讲道理 虽然讲道理的人气高 但是真的走不远的 这边老队长一波 杀掉亚龙 但是女王这个大波 只推到独龙一个人 效果病不好 这些人都不令个走 但是这后面不就 CDY能不能躺 CDY没啃 没运到 终结一波CDY很赚的 看能不能杀CDY 逼过来 CDY没死 一口天命没啃 哎呦 IG全崩 这一口天命没啃 直接没啃送过来了 这一口没啃 没秒到独龙 IG脸一黑 那这一波抱团 危机直接一波零化三 把前击的烈士 基本都算打了回来 然后他们也能 刷第二个盾 因为有小黑体积 他们打盾是非常非常快 三清光环小黑 可以虚秒盾 而且命非常好 危机这场老天 都不想让他走啊 还吃到一个双倍 扶塞拉 很赚的 这样塞拉输入很高 独龙这边刚才那个 没啃可以说 把IG的心都给加碎了 阿姆可以过来 拿两口拿盾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小黑体积 拿到一级肉山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因为小黑体积 拿到肉山以后 他第二个盾 刷的就会很快 输出直接可以秒盾 迅速能拿第三个盾 第三个盾 带盾带奶 直接有盾就可以推 推塔 可以轻松的把塔推掉 所以说局势是对于 偏向于危机的 哪怕现在IG虽然蜘蛛 不算穷 小狗经济过得去 但是大妈崩了 前期最大爆发 女王崩了 情况下 IG正面是不太好接的 他们IG现在也比较机智 直接选择跟危机换塔 这是正确 但是你推的没危机快啊 这个是一个比较烦的事 推的太慢了 老地长这包28秒有大 赶紧把荒野猫递回去 送人被递回去 但是问题不大 这两个人在这里 你就应该不太敢推了 塞拉选择也是 甲腿魔龙枪 毕竟有两个肉身的经济 前期死了 死了两回 但是经济还过得去 其实塞拉这个审美不错 我跟着感觉 小黑那个凤姐的脸 真是丑 他这样 这样不在 他用了一个面具 诶 那面具在哪 古龙之盔 头盔 用了一个头盔 把小黑脸遮起来 感觉好看很多 哎呦 这边 真眼找到了 例外 痛之间直接咬 荒野猫直接咬 直接秒掉 这次有可能是 危机的羡慕演出了 这只危机 我个人感觉 这次天爱没进去 可能有些人就会要离开了 比如说大逼神啊 可有可能会选择退役了 一旦退役 也蛮可惜的 大逼神最终也没能圆的天爱梦 呃 因为他这种 大逼神这种年纪 讲道理状态是一年不如一年的 他明年能不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都很难说 大逼神确实努力了 咱们有一说一他努力了 他也曾经尝试出改变 从大哥位 打了一辈子大哥位转到教育位 也是 看得出他努力 但是有时候 人生嘛 残缺的才是最美的 有时候你拿到天爱了 不一定是 就是拿不到不一定是件坏事 蜘蛛双互相上高 12分钟准备推高点 但是蜘蛛一个人 带的实在太慢 按摩这边 跟蜘蛛对挑 但是蜘蛛的精力 点击手点呀 点击手赶紧用啊 这边他们想继续正面留人 逃报留 带泽一直在 蜘蛛在恶心带泽 诶 这边露人头了 哎呀 直接杀到立万 有真眼的 蜘蛛点击手为什么不点呢 心态崩了 好慌 蜘蛛 点啊 终于点了 哇靠 这个 XSS真是年纪太小了 这张比赛靠他的 他心态有点失衡 点击手连续不点 一分钟没点 好亏啊 这一波 他现在一直在持续的 跟按摩在这 但是按摩这边也不太好上 然后维基直接按摩一个人处理 打蜘蛛足够了 因为13分钟蜘蛛装备也就这样 肯定还是一些技术装 很难把 IG这貌似想包一波 后排 萨尔直接开大 配狗 但是 先手 ROTK ROTK还不一定秒掉 女王一个大波 过来直接秒到ROTK 但是自己在这里TP 大妈秒一个TP走 还是比较机智的 这个应该是回去了 但是这一波交换 拿ROTK一个人命 换了对面 萨尔跟隐色 蜘蛛在这边 跟按摩在这对偏 但是 这按摩要追出来了 一个奶 直接单杀了蜘蛛 哎呦 XSS 心态完全崩盘呀 感觉年轻队员 真的就是这点不好 太 在老辣的B神面前 显得略显稚嫩 这边轻松拆掉一路高地 然后第三个盾 也马上 还有多少距离 应该是回家补几波 补补装美 然后直接打第三个盾 感觉危机这时候 形势节奏都要好很多了 这张比赛就比较好打了 独龙也做出魔龙枪 装备已经领先比较多了 8000多 领先3000块 然后经济上领先7500 这个13分钟 14分钟7500是要命的 你打到50分钟7500不关键 但14分钟7500绝对要命的 塞拉这边做出电锤 直接推 节奏非常非常快 推完他这个可以空个盾 或者直接上高 感觉危机这个装备 可以直接上高 都不用空盾 直接轻松拿塔 危机在生死弹中 最终拿出了一击入山的打招 还是让人 看得出这队伍关键是 还有血性的 但是 局面依然不在 他们的掌控之中 可以说是 塞拉直接站上高地 实际上身边不有盾 好的刚刚有不有盾 不是空盾 林子曼二会 不顾不过快消了 塞拉稍微可以注意点 快消了应该是 狗钻隐私 IG打算防守一波 看有没有希望 这一班隐私 这位置切入可以 但是有针眼保护的 一次不太好打的 又痛砖 咬黑狗在这里 大妈也是 只有九级 连两级大都没有 这波真的是比较难打 要处理要小心 但是眼睁睁 看得要割了第二路 蜘蛛在这带高地 但是带不掉啊 蜘蛛再次回来 连有人回来了 两路高地 16分钟两路高地 讲道理的话 这辆子IG移走远 关键时候还是看了 靠IG抬了一手啊 我IG哪怕 哎 这边漏人 虽然杀了CDI 留人 留到一个CDI 但CDI居然拼死一个 这是什么鬼啊 再看一下 这都能让他拼一个吗 有毒龙 毒龙撤退太慢了 但是反拼萨尔 萨尔打不过 TP 直接在A加A死 这能让他三个打一个 被反四个打一个 被反杀一个 好亏 毒龙 毒龙做出了一个板甲 确实太肉了 等毒龙复活 空第三个盾 然后直接选择上下第三路高地 感觉 IG这样比赛一黑 年轻队员心态确实容易爆炸 XSS这个蜘蛛 这波也可以看出来 心态已经完全崩盘了 那这样打到这种情况下 是比较难打的了 年轻队员要负出负出代价 这目前来说 中国军演在应该是 Wings 小伙子第一出现 然后剩下的是 伊红 维基亚 IG 跟 IGV 40队伍 争夺一个 应该2到5名 除非出现奇迹 维基有可能几张第5名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这个奇迹 不是特别好出现 因为IGV 还有三场机会 他只要赢下一场 维基将会就将会走 胜部关系 他是有优势的 可以说 维基只要 输给了后面队伍 维基好像输给Wings 忘了 记不太轻了 比赛太多了 离子记不住了 这张比赛有可能 维基最后的一场 华丽的表演了 所以说 也是人气这么高 也是目送这只 燃热军团的走远 比较让人心疼 但是也毫无办法 这边他们要打快节奏 完全都不空盾了 经济优势直接来推了 蜘蛛在后面断一波兵线 两路大兵 在这段时间内太厉害了 18分钟 女王做出了分成面杀 但是他只有十几 连十一击都没有 两极大都没有 大妈这边两极大没有的情况下 很难导致能比较推进的 蜘蛛持久断兵线 但是阿姆一直奶着 保护了 保护住这波兵线了 蜘蛛断兵线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蜘蛛选的TP 正面撸一波了 正面再不撸 没机会了 帮你这波直接 哎呀凶 哎呀这技能接的 但是还是杀了 给大逼神一套技能 按摩被睡一口 大妈TP走不了了 直接大妈选择买活 但是这一波 只能说狗烟餐转了 没法打了 埃及这时候已经输了 双买活 即使顶住这波 后面也没法打了 这边空个盾 问题不大 蜘蛛现在这装备 也没什么用 安眠蜘蛛也很难 秒掉小谁 推一下 别逼逼逼 直接蜘蛛被轮死在里头 这边隐次也是 埃及已经放弃了 各上 女王跟狗双大哥都没上 里边显得买活 没用了 积极了 随中危机 凭借一波大招流 直接一击肉山 拿走 拿下来一击 非常精彩一张比赛 这样比赛时间非常短 但是也是李子认为 这一届 就是今天的比赛中 最有代表性的一张比赛 好了比赛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紫的水里子 我们下期见 然后这两天都会在 火猫直播 也是欢迎大家都来 看看中国区域 在直播 然后底下是我 1015地址 也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好了 我们下期见